印尼迅他海峡海啸来袭带来毁灭性破坏 造成将近2000人死伤 重灾区板底兰已经宣布进入14天的紧急状态 据了解 伤者当中包括一名我国公民 他在这一波灾难中弄伤了腿部 目前还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 吉尼国家搜救机构早前发文告指出 超过1000名伤者当中包括一名大马公民 正式是31岁来自吉隆坡的凯鲁乌曼 他在海啸来其实弄伤了腿部 目前被安置在卡里安达镇一所医院接受治疗 我国朱雅加达大使透露 大使馆目前正在和印尼国家搜救机构合作 给予凯鲁乌曼包括心理辅导在内的所需援助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我国一些非政府组织 如大马伊斯兰协商组织和人道关怀组织 也同样伸出援手 除了派遣志愿者到当地协助救援 也寄送食物和卫生用品给灾民 希望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不过要重结家园实属不易 超过800栋房子在海啸中沦为废墟 更不用说在灾难中 移植挚爱和家人的灾民 心里更是难过不已 这些灾民队事发经过 既然莉莉在目 黄金72小时的救援时间已经过去 不过当局的搜寻行动依旧没有中断 希望能够找出更多生还者 感谢观看